來 開學跟小學一起 謝謝 開學了 老師見到小朋友陸續返回校園 立刻送上親切的問候與小禮物 寒假結束 台北市各中小學正式開學 部分學校的示範政策也開始實施 現在示範 延後上課 比如說以民主國小來講 他們原來規定是 7點50作為靜定 是不是遲到以否 他們現在把它延到8點半 那這樣的時間會比較充裕 讓孩子在學校 或是在這個 尤其是在家裡能夠有機會來吃早餐 為了讓學生能吃飽又睡好 台北市配合教育部頒發的 學生作息時間調整規劃 有多所國小將到校時間延至8點40分 國中則是8點20分 讓家長與學生每天早上 能有更充裕的時間能應用 會 會變比較多 大概多多少你覺得 就是會比平常再多個20分鐘到30分鐘一定的 那這樣延後上的選舉好不好 好 可以慢慢吃啊 玩起來 都睡40分鐘 對啊 延後上可以就變成月晚起床 對 多睡40分鐘 延後到校政策目前才鼓勵性質 各校能自行訂定是否執行 採行的學校對於維持圓時間到校的學生 則是以成讀方式進行輔導 讓所有學生與家長 能適應政策的推動 迎接新學期 海波大臺北數位新聞 郭正銘採訪報導 4 2 1 3 5 3 2 4 1 3 1